大家好,今天还是说说蔡英文这个假博士论文的事情 因为早上看到新闻,又有一位学者徐永泰老师 再次拜访了伦敦政经的图书馆 再次看到了蔡英文向图书馆提供的那个所谓的博士论文 或者说就是他的一个手抄本 徐老师呢,更详细的展示了他所看到的东西 比之前林环强老师呢,又稍微的详细的一点点 但是基本上他们两个人的结论呢,都是一致的 就是这本东西不是博士论文,就是自己的一个手抄本 其中他有一个,他们确认在这个整个这本书里边 没有任何的指导教师的签字,评审委员的签字,没有签字 就是蔡英文他自己说感谢某某某 这个东西显然不是一个正规的论文 正规的论文的话,一定是有人签字的 谁指导你,谁批准了你 最后谁认定的,这是一个能够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 一定是有人签字的 所以如果整篇里边都没有人签字呢 也就是论证了林老师说的 这个不是一个论文 这个就是一个自己写的一个草稿 或者自己准备的一个草稿 第二呢,他也说就是在整个的论文 没有conclusion,就没有总结 我们说就是在学习英文写作的时候啊 我们最基本的,不管从小学生也好 中学生也好,以及到了大学 或者写任何一个文章 我们都呢,基本上要分成几个部分 比方说开始的部分 先introduction,先介绍一下 中间呢,然后进入段落一 然后段落二,然后段落三 中间你可以有三,也可以有四 如果你的论述的点的多呢 你就可以增加 最后呢,当你全部都论述完之后呢 一定有一个conclusion 这是一个写作的一个基本的构架 就算你一百字也好 两千字也好,三万字也好 这个构架是不能改变的 因此呢,就是你一个很标准的论文 前面有介绍,中间有内容 有你的理论,有你的推论 最后一定有你的总结 你的结论是什么 你经过这么多的论述 这么多的推导 这么多的一些引用 比较 最后你的结论应该是一二三 所以呢,一定要conclusion 但是呢,根据徐老师观察呢 蔡英文的这本书里边呢 没有conclusion 那这个东西什么玩意儿啊 是论文吗 是一个标准的论文吗 我们显然认为它不是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就是说 徐老师他认为 每一个每一个小章的章节 他们中间不连贯 完全不连贯 另外呢,所有的注解也不连贯 也就是说,如果我写了一篇文章 注解一,引用一,第几页 引用二,第几 引用三,第几 它总有一个顺序 也就是说,你通过某一个段落 我要查证这个来源 一定很顺利的能找到 我后边有个reference那个地方 它这个完全不连贯的话呢 也就说明这每一个每一个小篇的文章呢 是从不同的地方摘来的 甚至如果再分析的话 它现在是不让拍照 不让录影 如果能拍照 如果能录影的话 很有可能都能找到 蔡英文这本书里边 每一个每一个小的段落的内容 可能是从什么什么地方 直接copy过来的 这个都有可能找到 由于它现在不让你copy 不让你复印 所以这个你要靠大脑去记的话 这很难 所以这个后边呢 还有可能再发现更多的东西 那至少证明 它这个每一个每个小段之间呢 既不连贯也不关联 所有的注解呢 都是找不到一个综合的一个总的地方 所以每个文章都有自己的代号 比如说这个用米花 那个用星号 整个一乱糟糟 一团麻 这种情况下 就是瞎拼乱凑了 凑了一批 凑了一大堆 凑了一大堆东西往这一搁 好像是一本书 其实呢 它完全是 这段落之间是不相关的 再有徐老师 他发现呢 整个这个排版系统 也就是说 在1983年 或者1984年 80年代的那个时候呢 我们都是用的是打字机 打字机的话 你叮叮叮叮叮 回车 只能保证左边对齐 你不可能保证右边对齐 因为右边如果字 如果那个单词长了以后呢 你只能回过来 如果单词短了的话呢 会露出一段来 因此在那个年代呢 如果你确实 那个年代做的文章 你打印出来的 你肯定呢 左边是对齐的 而右边是不对齐的 但是呢 根据徐老师观察呢 蔡英文这个书里边呢 只有10%属于那种情况 就是左边对齐 而右边不对齐 而另外90%呢 它是左右都对齐的 那左右都对齐的 这个评论也没错啊 就是那个时 是用电脑排版的 电脑排版的话 我就跟你设定 左边右边完全对齐 当你的字少了 它呢可以拉开空间 当你的字多了 它自动可以跑到左边来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查了一下 当然网上也有其他人 我看彭文正他也查了一下 这个东西是在1990年 才发明出来的 也就是90年之后 才有这样通过电脑来排版 然后能达到左右对齐 这种效果的 那要按照这个理论去推算的话 那蔡英文这个书里边的 90%的文章 其实都是1990年之后 才收集上来的 收集上来才编的 那他1984年 他就获得博士学位了 那个年代哪有这个东西 哪有电脑排版系统了 根本就没有嘛 所以这个东西 显然不是1984年的 原始的文件 显然是在1990年之后 也可能都是近几年 重新找了一些文章 重新copy给贴上去的 凑上去的 这个也证明 蔡英文这本书里边 就是瞎边乱凑 乱凑起来的 再有就是 徐老师也看到了 这个整个书里边 有些页干干净净 像打印打字打上去的 有些页就是复印上去的 因为有黑边 这个林老师之前也发现了 这种有黑边 就是复印出来的 就是拿另外一个东西 直接复印 复印完了以后 就copy上去了 这个不是印刷厂 正式排版印刷的 那个结果 那就是你用复印机 把别人东西复印过来 然后我自己装钉 就变成我的了 只能说明是这一点 这种书搁在那个地方 有什么价值吗 其实就是给台湾人看的 骗的一些不懂的台湾人 让他们知道说 我有一个什么论文 放在伦敦图书馆的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所以徐老师这次去 伦敦政经学院 当然他的坎坷经历 我们大家也看到了 原来看一个论文要这样呢 好像进入了一个 比进入这个银行的保险箱 那里边还严格呀 你到银行里边 你去金库里边 你去取金子 你在所有东西都通过了以后 在你拿金子的时候 旁边还不会有一个人 坐在你旁边盯着你看 到底你这盒里有多少金子 但是蔡英文这个论文呢 奇怪了 旁边有个人专门盯着你 看着你 你看什么 你抄什么 你兜里有没有什么照相机 当然我看他有一个要求 就是说不许用钢笔 只能用铅笔 当然彭文正说 他不理解 什么意思 这个东西我很理解呀 如果你用钢笔 现在那个钢笔里边 什么没有啊 现在那钢笔里边 直接装摄像机 摄影机 装照相机 显然装得进去 蔡难道不懂这玩意吗 蔡很清楚啊 所以你用铅笔 现在还没有发现 把那个摄影机 录影机装在铅笔里边的 但是呢 钢笔里边绝对有啊 戴个眼镜其实也可以啊 戴个眼镜就把它拍下来了 这样现在的技术 还是存在的 因此呢 我觉得蔡英文 这个放在伦敦图书馆的 这个东西 显然是假的 显然不是博士论文 显然是瞎拼乱凑 凑上去的 而且呢 给我们感觉 按照徐老师的介绍呢 就是他问管理员 图书管理员一些问题 这些管理员也无法回答 只是说这个是校方规定 校方根据蔡英文的要求的规定 那很显然 这样推论的话 我们就觉得 伦敦政经这个学校 现在是在配合蔡英文造假 因此整个这个博士造假过程呢 应该是包括了伦敦政经的学校和蔡英文 而图书馆管理员 他只是透露这么个信息 就是说我是按照校方的规定 而校方呢 是按照蔡英文的要求 其实这种要求 是不合理的要求 你有一个书 放在图书馆 你还不许人这个那个的 哪有这事啊 我有两本书 在加拿大的图书馆 有放 有他们都有看到 从来没有这规定说 我把书放在你那 你什么人不许看 什么人不许拍照 什么人不许 从来就没有听说过 我都到图书馆去看过我的书 在那个图书架上 任何人可以借 任何人可以拍照 任何人可以复印 没有任何的规定 在这种情况下 在伦敦 在英国伦敦 这么名牌的一个学校 这个图书馆 居然有这么一个规定 你看一个人的书 受到这么大的限制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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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行 而且看到新闻说 不止一个人去要求看这本书 有些人都没有被批准 也就是说 你想看这本书 还得看看是谁 如果菜不让你看的话 你还不能看 这种事情在整个全世界的图书馆里边 好像是从来没有听说过 哪有听说过到图书馆里边 我有图书证 我进去 我就去借了 谁管你呀 谁去这么 像这么严格的一个规定 你就是美国总统的 你如果有书的话 也没有说 听说我有这样的 这边的西方国家的总统也好 总理也好 他们都会有一些传记 或者是著作 或者是什么什么 从来没听说过 你不许看 哪有这事啊 台湾蔡英文这个事情呢 创了先例了 让一个所谓的假论文 包装成这种样子 但是呢 前面我们也说过了 你在用一个谎 去圆前面那个谎 也就是说你博士是假的 当人民质疑以后呢 你又放那个假论文 当你放那个假论文以后呢 人家出来这么多质疑以后呢 你继续为这个假论文 再圆谎吗 你得撒多少谎啊 可是你这撒的谎 有一个被人破掉了 就全都破掉了 所以蔡英文现在为了 为了圆一个假博士类谎 不管是弄的什么假证书啊 假论文啊 再编造一些什么假的学历啊 这些东西呢 越编 这个谎呢 就越容易被戳破 你一旦被戳破了以后 你怎么 你这人还 是不是应该挖个坑 就地钻到地缝里边去了 我看蔡英文现在挺好啊 整天基建 挥挥手 还民调还特别高 哪来的民调啊 这真的民调 还是假的民调啊 这么大的一个撒谎 这么大的一个造假 这么大的一个学术造假 文凭造假 论文造假 这么大的一个事情 就在台湾这个地方居然还能够生存 居然还能够继续当总统 也没有人去罢免他 也没有人去弹劾他 也没有一个立法委员去吭声 没有一个反对党去说话 反对党都安安静静的挺高兴 觉得呦挺好 搞不好这些反对党的这些头头脑脑们 各个的都是假博士 所以没人敢说 通过这个事情呢 通过再次有人揭露 蔡英文这个贾多文的事情呢 让我们慢慢的 逐渐的看清楚了 整个蔡英文这个造假的过程 当然后边还有一步棋还没下 最后一步棋就是 彭文正这个大队人马 到现在还没有出发 一旦彭文正这个大队人马 一旦到达伦敦之后 还会发生什么故事 跟校方会不会出现一些什么纠纷 我就说你一定要看 校方会怎么个阻拦 校方会怎么配合蔡英文去造假 这个事情我觉得 还是很有价值的一个新闻 到了英国以后 看看这个事情发展怎么样 看看英国整个这个英国社会 英国的教育部 这个教育系统 全世界这个从事教育的人 怎么看待伦敦政经 为蔡英文制造假博士这个事情 这个还是挺好的一个话题 我觉得有跟进的价值 所以我们继续再看吧 估计后边还有故事 还有笑话发生 我们看看走到哪儿再说哪儿吧 好 今天就说到这儿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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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